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每日星座的频道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12星座中挑选一款好老公 这个内容非常的实用 全都是莲花宝典 希望有兴趣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走开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以及我游览众多国家的新奇见闻 另外我还会对明星运程展开预测 我已经成功的预测了很多的事情 简单的说就是教你如何把一手烂牌打成好牌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记得12星座中好老公的星座一共有5个 天蝎座巨蟹座天秤座金牛座处女座 第一个我们来讲天蝎男 在12星座中美男子的星座有3个 天蝎座天秤座和巨蟹座 这三个都是美男子的星座 大家都知道天蝎座出了11位总统 也就是说天蝎男是一位权贵的星座 代表人物有韩国明星苏之谢袁冰 好莱坞明星莱昂纳多 比尔盖茨 以及百度的老总李延红 和腾讯的老总马化腾 天蝎座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星座 那么天蝎座的男生和什么星座的女生 比较匹配呢天蝎男配双鱼女 或者是天蝎男配白羊女 如果想把一个具有财富潜力 具有人身潜力的天蝎男收入囊中的话 那么我给你三点最重要的建议 第一点呢就是你跟他约会的时候呢 要穿的少一点这个少的意思呢不是狭隘的理解 比如说应该穿两件衣服的时候 你只穿一件衣服 然后比如说只穿一件短袖的时候呢 但是你却穿了一件吊蛋衫 他们喜欢比较清凉的打扮 第二点呢就是天蝎男呢 他比较喜欢端着 也就是说呢看起来有些傲娇 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看中了这个天蝎男呢 不妨主动一点 比如说你主动给他发微信呀 或者打电话呀或者真的可以像大黄一样 在他的外衣口袋里面塞一张字条 表达你的爱慕 这个时候呢如果他看上你的话 他会突然间改变他冷傲的态度 这一点很重要 而第三点就是天蝎男呢 如果没有情史的话 然后也没有过多的这个恋爱史 另外呢他也没有受过伤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要尽快的把他拿下 因为好男人就像好地皮 要尽快的据为己有 但是如果这个天蝎男受过伤 那就意味着他的情史很丰富 那么他也会表现的很花心 这个里面花心的解释呢 其实呢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更换女朋友 比如说莱安纳多 其实他们更换女友的这个行为呢 也就是想寻求安全感的一个行为 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跟天蝎男已经确定了这个关系 然后两个人就是奔着婚姻而去的 这个时候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的天蝎男 一定会给你出一个难题 比如说比尔盖茨要跟那个美琳达结婚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他出了一个难题 他说我每年都要跟我的前女友要独处一段时间 这个要求你答不答应 然后美琳达呢就答应了 结果呢他们结婚之后呢 那也没有出现呢 就是这个比尔盖茨要跟他的前女友独处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刻 你一定要展现大智慧 一定要挺住 过了这一关之后呢 就是海阔天空任鸟飞 因为天蝎男呢 他们对爱情还是比较忠贞的 他们一般是不会选择离婚的 所以呢就是在恋爱期间的 谦男贤族 你都要一个人默默地把他忍下来 然后用你的大智慧去战胜他 这个是很重要的 于是呢 这个有总统潜力的这个老公呢 就被你收入了囊中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巨蟹座 巨蟹座也是一个美男子的星座 他也是一个好老公的人选 他具有三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个呢 结婚以后不管钱 第二个呢 就是喜欢美食 不但喜欢吃 而且会做 第三个呢 就是念旧 不喜欢折腾 一般呢 不会离婚 那么这么一个好老公 颜值又高 又不爱管财权 那么这样的一个老公 如何收入囊中呢 你们接下来就要听仔细了 请那些没订阅的朋友呢 赶紧订阅 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看满三分钟再订阅 否则系统会被视为无效的订阅 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巨蟹男呢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非常务实的好老公的一个星座 巨蟹的代表人物呢 是梁朝伟 王家卫 韩国影星孔刘 瑞恩 李炳宪 巨蟹座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念旧 你会发现王家卫 连续二十多年 他拍的电影的风格呢 都是那么一种风格 你永远都看不懂 但是你永远都想看 这就是他的风格 你会发现梁朝伟呢 他二十多年呢 他都喜欢去那家茶餐厅 他也会十几年都不变的去听一首老歌 你会发现韩国影星孔刘呢 责爱的标准呢 一直都是那么高 他不肯降价 然后他也不肯降低条件 这个就是他们骨子里面 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念旧 这个对于就是渴望 平稳婚姻的女性呢 是最有号召力和最有吸引力的 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巨蟹男呢 他特别讨厌麻烦 但是他的心思非常的缜密 然后他比较多虑 他一般呢 就是喜欢在朋友啊 同学啊 同事圈子里面呢 找这个恋爱对象 如果你看中了一个巨蟹呢 然后你想把它收入囊中呢 一定要注意这三点 经典的爱情宝典 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经常的去搬家 或者是不要在他面前 经常的说 我觉得这个装修已经很成就了 我不喜欢这家餐厅 如果是我自己有了新家之后呢 我一定要就是两年换一次装修 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他听完之后呢 会非常的头疼 他觉得你不是他很好的结婚对象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巨蟹男呢 他非常的多虑 在很多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呢 他就会幻想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在自己头上了 比如说你稍微对他冷淡一点 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及时的去关心他 那么他就会想 对方是不是已经决定要跟我分开了 对方是不是已经有了其他的合适的恋爱对象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打破壁垒主动出击 然后去宽慰他 巨蟹男是很好宽慰的 一般三句话就可以让他转阴为情 所以这一点技巧呢 你是要具备的 巨蟹男的老公呢 一旦结婚之后呢 他是不会管钱的 因为他害怕麻烦 比如说梁朝伟 他所有的事情 包括王家卫 他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由他妻子来打理的 但是在恋爱之初呢 你不要用这一点去测试他 这一点很危险 但是在恋爱之初呢 你不要把这一点暴露出来 你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那么在结婚之后呢 你就会大权在握 你们家的财权 人事生杀权 全部都攥在你的手里 那么你就是最后的赢家 第三个是天秤男 天秤男的代表人物是 玄冰 宋陈县 刘亚人 在这个天秤男中 我在Vlog917中呢 已经讲过了 大家可以去翻新作 那么玄冰最初会和谁结婚呢 我想跟他未来的女友呢 透露几点秘籍 如何俘获天秤男生的芳心 天秤座第一个是美男子的星座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之间不存在速战速决 所以你跟天秤座的男友交往呢 一定要故意打持久战 第三个呢 他们喜欢一个和谐和平的相处环境 然后他们不喜欢争斗 所以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呢 你的画风以及你的锐气呢 都要降一些 第四呢就是天秤座呢 就是他是一个表里如衣的星座 一方面呢 他对颜值要求比较高 另外一方面呢 他对气质的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你在跟他约会的时候呢 首先呢 衣着呢 要穿得干净整洁 但是不一定非要是牌子货 第二点呢 就是说你要有内秀 你在跟他交往的时候呢 除了外貌以外呢 就是你的内秀要展现出来 他发现你有内秀 表里如衣之后呢 他就会进一步的跟你交往 天秤座的男生呢 都比较有礼貌 他对谁呢 都会非常注意礼节 所以呢 如果他很有礼貌的回复了你 或者是给了你的电话 你千万不要多想 因为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刘德华 那么刘德华呢 他其实在他演艺生涯的这三十多年中呢 他这个名字的排行榜呢 其实一直呢 他都可以持续高位 没有哪个男星呢 可以像他有这么持久的艺术生涯 有的艺术生命力 那么我问你是他的演技真的够好吗 他能好过梁朝伟吗 还是他的歌唱的真的好吗 啊 他的歌能好过张学友吗 都不是 是因为他会做人 因为天秤座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心里永远都有一杆秤 他每天都会称一称 如果这个女友呢 对他的爱多一点呢 那么他就会回报多一点 如果这个女友的爱他少一点呢 那么他自己也能感觉出来 那么第六点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追天秤座的男友呢 一定要打持久战 我们知道刘德华有很多粉丝 也有很多追求者 但是最后他的妻子是谁呢 他的妻子呢 是一个非常低调的马来西亚的一个首富的女儿 叫朱丽倩 这个女人等了他整整20多年 所以呢 你跟天秤座谈恋爱呢 就一定要记住了外貌 除了气质以外呢 还要打持久战 所以玄冰的未来的女友 你们一定要加油 天秤座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非常重 你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天秤座对人礼貌呢 是他的天性 但他骨子里面的大男子主义非常重 在这一点上你应该怎么做呢 而我举一个例子 玄冰的第一任女友呢 是宋慧桥 第二任女友是姜素拉 那么宋慧桥是天蝎座 但他的上升星座是水瓶座 姜素拉是水瓶座 那么这两个女人的星座决定了 他们骨子里面有一种东西 女性的柔美 也就是说他女性的成分要多很多 玄冰喜欢这样的女人 但是孙艺珍是摩羯座 他上升星座是白羊座 所以他骨子里面的男子汉的气概 就非常大 也就是说玄冰会跟他做朋友 但是不会把他娶进家门 所以呢 就是玄冰将来的结婚对象 啊 那么他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具有 就是女性柔美的一个女性 就他非常具有女子的气息的啊 一个漂亮的女生啊 因为天秤座呢 他就喜欢这样的女生啊 因为天秤座的大男子主义比较重 所以我建议呢 就是喜欢天秤座男友的女生呢 他要学会一件事啊 就是默默为他做一些东西 比如说在刘德华 他签了卖身器之后 他为了去赎身 那么这个赎身的钱呢 其实就是这个朱丽倩 去求他父亲拿出来的 那么这个就属于他 当然这件事呢太特殊了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些小事 比如说你的男友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你不要去打断他 或者说就是他突然间来了一个朋友 搅乱了你们今天的约会计划 然后你也不要去埋怨他 你可以默默的在旁边 替他们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点餐呀 寻找一间好的咖啡馆呀 然后把两人浪漫的烛光晚餐 改成三人的聚会呀 或者是提醒他换一些衣服 因为约会穿的衣服呢 和会客具有 穿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些细节上呢 你如果是提醒他之后呢 他虽然嘴上不说 但他的内心会对你产生一种感激 然后他对你情感的这个天秤 会越来越向你倾斜 第七点呢 就是天秤座的男生呢 非常喜欢女方主动 他经常会在言语之中呢 就是暗示女方要主动 比如说女方给他打电话呀 或者是女方说 我们到哪哪哪去吃饭呀 所以这一点呢 女生一定要注意 但是我觉得很意外的是 孙艺珍在他们两个整个的 这个绯闻过程中呢 一直非常主动 但是玄冰呢 一直非常被动 在这一点上呢 我只能说他们是有缘无分 两个人从外貌来说呢 真的是非常的匹配 但是就是因为性格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 不能走在一起 第八点就是天秤座的心思非常缜密 所以千万不要对天秤座撒谎 如果你撒了第一次谎 其实他也是会知道的 但是他不会揭穿你 但是如果撒第二次谎啊 有可能就是他对你的爱呢 就一下子会减少很多 就是你前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事呢 他的爱情的天平呢 一下子就倾斜了 他一下子就会把你坠入低谷 天秤座男生的八个特点已经说完了 那么现在我来告诉大家 就是如何判断你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对你真的动情了 那么有四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他给你回短信 或者是回微信的时候 不再是几个字几个字 而是一串一串的字 或者是超过五个以上的字 因为天秤座这个人呢 特别有礼貌 你加了他的微信呢 或者是你主动给他发节日问候的时候 他一般都会回你的 但他回的字很少啊 一个呀两个呀 或者是一个表情符号呀 当他不再回表情符号 或者是不再回两个字的时候 那么意味着就是他已经对你产生好感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天秤座的人呢 他平时会喜欢说一句话 就是你问他 我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他说我没有不开心啊 因为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他会经常说这样的话 但是如果呢 他对你有好感之后 他喜欢跟你待在一起之后呢 那么他就不再说这样的话了 他会卸下面具 然后在你面前表现出一些烦躁和真实的面貌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他其实是对你动心了 他喜欢和你单独相处的这段时光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天秤座的男生呢 非常会照顾女生 他如果对你有好感之后呢 然后他跟你一起出去 他经常会问你一句话 比如说这间餐厅呀 或者是这个酒吧呀 他问你 他说你喜欢吗 你如果不喜欢 那我们就不要进去 他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放聪明一点 其实他说这样的话 他照顾你的情绪 他骨子里面不是在照顾你的情绪 是因为他不喜欢那间餐厅 他也不喜欢那间酒吧 所以你一定要顺着他这句话往下说 好像这家的菜已经吃过了 那我们再换另外一家 你可以顺着他的话说 他就会很开心 第四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跟一个天秤的男友 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然后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一个平台气 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他的热度呢 迅速的在削减 然后你想让这段感情回暖 或者是你想挽回他的这个心 这个时候呢 我教你一个办法非常的重要 就是气弱油丝 什么意思呢 天秤座的男友呢 就是他一旦不喜欢你之后呢 你给他打电话呀 给他发微信 在他的冰箱里买了满满一冰箱的食物 关心他的饮食啊 他都不会再为所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气弱油丝 你可以真的生一场病 然后真的让自己变成一个 气弱油丝的状态 那么他也许会回心转意的 那么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牢了 好了 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追到一个天秤座的美男子 要注意几点 一个是外貌气质 第二个是表里如一 第三个是要打持久战 第四个是要满足他的大男子主义 这四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 祝江苏拉爱情幸福 我们祝玄宾呢 尽快地找到他的真命花仙子 那今天就这样吧 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一条龙 订阅点赞小铃铛 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请你要抓紧订阅 千万别错过了精彩的时光 第四个呢 是金牛男 金牛做的男人呢 比较务实踏实肯 像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在耕耘 他们一般呢 是工作岗位中的中层领导 中层领导居多一点 金牛做的代表人物是 乔治克鲁尼 贝克汉姆 皮尔斯布鲁斯南 金牛男在和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千万千万不要找他借钱 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 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乔治克鲁尼呢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女朋友 但是后来呢 他决定终身不婚 他终身不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他就说了一句非常奇葩的话 他说养女人不如养一头猪 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呢 就是说他养了一个女人 他投入的和产出不成正比 其实这句话呢 就反映出了就是他的一个心态 他要算投入和产出比的 天蝎做的领导呢 比较喜欢用金牛做的人 是做研发领域的 比较喜欢用金牛做的人 因为他骨子里面呢 有一种牛脾气 然后有点一根筋 金牛做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一根筋 第二个呢就是事前如命 因为这是星座书里写到的 所以屏幕前的有些金牛做的朋友呢 不要觉得不开心 但是我理解的这个事前如命的这四个字呢 应该这样来解释 就是他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会对每一件事物呢 进行一个对比 他们要对比出来之后呢 得出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结论 有些人评价说金牛做的人很小气 非常抠 吝啬 吝啬 其实呢我觉得是他们骨子里呢 就是在对每一件事物评判的时候 他们内心有一个计算方法和一个性价比的对比 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四个字呢 从另外一个层面呢进行了一个解读 那么嫁给这样的一个老公呢 女性是非常幸福的 为什么呢 其实他什么都不用管 因为他会计算成本 然后他会对比每一件事情的这个优劣性 比如说出行游玩啊 他会把一切都打理好 而且他会找最经济最漂亮的路线啊 然后找性价比最高的酒店 这些工作他都是会做的 而且金牛做的人呢 一般是不容易吃亏的 就是很难有人占到他的便宜 这一点你要注意 能找到一个金牛做的老公呢 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个女生 但是呢 他在恋爱期间呢 必须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足够大方 金牛做的人呢 在跟你恋爱的时候呢 请你喝咖啡也好 请你吃一顿大餐也好呢 他们是会计算成本的 会计算回报率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对他表现出明显的好感 或者是明显的反馈的话 那么他就会降低他的标准 比如说第一餐吃的是500元的一餐 那么第二餐可能就会吃200元的一餐 所以在这个节点的细微之处呢 那么你要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反馈 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外乔治克鲁尼呢 他跟曾经有一个女朋友 就是闹掰了之后呢 就是两个人就是算账 算清单 分手的时候算清单 你知道连什么都算进去吗 连电饭锅都要算进去 就是这个电饭锅属于谁都要算进去 所以呢你想把金牛男收入囊中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恋爱期间你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要足够大方 第二个呢就是要及时给他反馈 及时反馈 比如说对他请你吃饭 或者对他送你的礼物很喜欢 这个很重要 嫁给金牛做的女生呢 一般都比较幸福 因为金牛的动手能力非常强 另外金牛的财运不错 喜欢美食 布鲁兹男呢就会做饭 所以嫁给金牛男呢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生 第五个星座是处女座 处女座的代表人物是张国荣 李中硕 宋忠基 裴永俊 理查基尔 吴秀波 以及寄生虫的导演 凤俊浩 女星有张曼玉 英格里包满 索菲亚罗兰 但是处女座作为好老公来说 她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星座 我们拿到下一期来讲 前面刚刚分享的四款老公怎么样 哪一款是你的菜 你最想把谁领回家 苏之蟹 孔刘 玄冰 乔治克鲁尼 还是张国荣 如果你有选择性困难的话 不妨就打包一起带回家吧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呢 别忘了一条龙留言点赞小铃铛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请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了精彩的时光 大家好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每日星座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聊那个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12星座中挑选一款好老公 今天我们讲处女座和狮子座 上一期的节目播出之后呢 很多小伙伴在我频道下方留言 我分析的金牛座太准了 我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以及我游览众多国家的新奇见闻 另外呢 我会对明星运程呢 进行一个预测 此前呢 我已经成功预测了很多事情 简单的用一句话概括呢 就是教你如何把一手烂牌打成好牌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赶紧订阅按响小铃铛 第五个是处女座 处女座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星座 它也是一个好老公的星座 但是它不适合谈恋爱 只适合做老公 处女座的代表人物有 张国荣 宋忠基 李中硕 裴永俊 李成仔 李察基尔 吴秀波 韩国电影 寄生虫的导演 凤俊浩 女星有 张曼玉 英格里波满 索菲亚罗兰 处女座呢 是天生的老板 这个星座呢 也是出大导演 大智慧的一个星座 所以你能嫁给一个处女男呢 你不用担心她的仕途 她一定是有自己非常好的一个视野的 但是如何在恋爱期间 就把她收入囊中呢 这里面呢 是需要技巧的 处女座呢 她都有洁癖 所以你在跟处女男约会的时候呢 一定要穿得整洁 干净 让自己的身体上 不要有差的异味 比如说汗味 比如说吃中药的中药味 还比如说你用了略智的香水的香水 不要有这些味道 她们是天生的洁癖 她们不喜欢这些东西 第二点就是处女座的人呢 百分之七八十呢 肠胃不好 张国荣呢 她生前有两个嗜好 第一个呢 就是在家从来不穿袜子 第二个呢 就是她喜欢喝冰奶茶 但是导致呢 就是她的肠胃非常不好 因此呢 导致她大量的脱发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她后来的那些作品里面 都是她直发的效果 那么对于一个就是说 拥有肠胃不好的一个男朋友来说呢 你呢 可以从侧面关心她一下 第一 经常提醒她喝温水 甚至呢 你可以送她一个保温杯 然后记得提醒她喝热水 喝温水 这样对她的肠胃呢 会有一个促进的作用 出女座的人呢 缺点很多 但是她们聪明 务实呢 然后能够担任事业上的大任 比如好莱坞明星理查基尔 她有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奥斯卡获奖的电影 四世故人来 还有一部获奖电影 叫做风月翘家人 和朱利亚罗布茨主演的 她的老婆是一个世界名模 叫辛迪克劳福 当年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呢 她老婆就抱怨说 受不了她身上的一堆臭毛病 但是韩国电影 寄生虫的导演 凤俊浩 她在最初没有人 请她当导演的时候 过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 她在随后的八年中呢 都是她老婆的收入 在养着她 她在最最困难的时候呢 是她的大学同学 接济她大米 然后他们两个人 才能把日子过下去 但是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 最终她和她的妻子呢 也盆满钵满 寄生虫这部电影呢 创下了许多韩国第一的记录 她是第一部摘得嘎纳电影节 最佳影片奖的电影 她也是第一部 在韩国历史上摘得 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电影 所以呢 谁会没有一点毛病呢 所以你在选择老公的时候呢 要进行一个取舍 第三点呢 就是处女座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星座 原则指的是 就是他们喜欢有计划的人 他们喜欢能付诸与行动的人 所以你不能成为一个朝令夕改的人 比如说你制定了一个减肥计划 但是因为你三天两头呢 有单位的聚会 你就说啊 减肥放到下一星期吧 啊减肥放到下个月吧 减肥放到我过完生日之后吧 那么他们是不喜欢这种说辞的 他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第四点 就是你跟处女座的男朋友出去吃饭呢 比如说吃火锅呢 你注意这个吃火锅台面上的 这个桌子上的东西 不要超过三样 你跟处女座的老板一块出去吃饭 你会发现就是他桌面上的东西只有两样 第一个呢就是手机 第二个就是汽车钥匙 他不会把重要的文件 以及平板电脑 放在吃火锅的桌子上 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工作中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你要试试这一点 处女座还有一种人 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 他出去买衣服 他不是说看中哪一件 是哪一件 而是说他要把货架上所有展览的衣服全要试一遍之后 再决定买哪一件 所以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男朋友 那么你要有耐心 你要陪着他 因为这种人他一般结婚之后呢 就会慢慢慢慢改善一些 处女座的人呢 就是他一旦选择这个恋爱对象之后呢 他一定会奔着婚姻而去 那么你怎么知道 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处女男 他对你动心了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喜欢找你辩论 或者是你主动找他辩论 他喜欢思维敏捷的 头脑清晰的 有形象思维的 有逻辑思维的女人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共同的话题 或者是找一个生活中的话题呢 去跟他辩论 他咄咄逼人的去跟你辩论 这就代表呢 就是他已经喜欢上你了 因为他喜欢有头脑的人 那么他喜欢你之后呢 你再注意整洁 然后再注意不要朝令夕改 然后在事业上有自己的方向 那么OK 恭喜你 你马上就可以把他收入囊中了 处女座的男人呢 一般来说呢 他结婚之后呢 都会很踏实的去过日子 处女座的男人 其实缺点也是很多的 最大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他们有点矫情 他们比较讲究 有点矫情 所以你要适应这种矫情 这对于你拿下处女男呢 非常非常重要 第六个好老公的星座呢 是狮子男 狮子男的代表人物呢 是克林顿 卡梅隆 陈一迅 陈一迅 许志安 王菲 张慧妹 他们都是狮子座 狮子座呢 是一个出美女的星座 同时呢 也出帅仔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卡梅隆年轻的时候 也是一枚大帅哥 陈一迅年轻的时候也很帅 狮子座呢 也是一个出大老板和大明星的一个星座 但是狮子座呢 分两种 一种是大狮子 一种是小狮子 大狮子呢 就是像王菲啊 陈一迅这种 他们喜欢在舞台前面 他们喜欢那种闪闪发光的感觉 所以很多明星呀 还有就是那些做得很好的 有50万 80万粉丝的那种YouTube的博主 我认为他们也是一个狮子座 他们是大狮子 嫁的这个老公呢 应该是一个小狮子 小狮子呢 他也是狮子 他也有王者的风范 他喜欢把眼睛放在头顶呢 去看人 他看谁呢 都是高高在上 他认为天底下呢 只有他最帅 然后另外一个更帅的人呢 还没有生出来 所以你跟这样的一个男朋友在一起呢 你一定要发挥自己的特色 他们喜欢闪闪发光的人 比如说你可以长得不够帅 你可以长得不够漂亮 但是你歌唱得非常好 你的吉他弹得非常好 或者是你穿衣服呢 特别有品味 或者是你在过日子方面呢 就是秒杀货物呢 特别有品味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喜欢在网上秒杀 他每个月都可以抽到一部手机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操作的 或者呢就是你在一堆朋友聚会中呢 你的见解呢 是锋芒毕露 然后呢 见走偏锋 特别的独树一帜 这个也叫闪闪发光 他们喜欢闪闪发光的人 但是狮子男呢 你要小心一点呢 他们有点花心的 也有的星座书上面说 就是狮子男呢 喜欢偷吃 其实我觉得不是偷吃啊 他们比较多的能经受到诱惑 因为他们自身呢 自信 大方 阳光 明朗 帅气 挺拔 同时呢 性格又很外向 所以他们会招来很多异性的喜欢和注视的目光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 就是和他吵架 因为狮子座的男人呢 他自认为他在发脾气的时候 或者是他在吵架的时候 是没人敢惹他的 但是你不一样 如果你想把他拿下 你就跟他吵架 但是吵架不是骂街 就是你要用你新奇的观点 你要用你非常有概括性的词汇 一语中递的去击中他的软肋 然后将他拿下 这个时候他在你面前就不敢发威了 也就是说 当你跟他结婚之后呢 他也不敢再偷吃 或者是花心 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狮子座的男人非常有才华 才华横溢 我们都知道 那个卡梅隆的阿凡达和泰坦尼克 创下了世界电影史上票房名列 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两部影片 这个记录是由卡梅隆大导演创造的 所以他非常的才华横溢 但是卡梅隆离了五次婚 并且通通被他五任老婆投诉 有的老婆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像疯子一样的男人 狮子男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会晚节不保 而且这个晚节不保的保呢 一定不是因为钱财 而是因为欲望 比如说克林顿 以上呢 就是处女座和狮子座的莲花宝典 怎么样你们是不是选到了心中的那一款 你究竟想把谁带回家呢 宋忠基 李中硕 裴永俊 李成仔 李察基尔 还是陈一逊 克林顿 卡梅隆 赵延成 本 阿弗莱德 如果实在挑选不出来的话 我们先不急着给答案 我们接着听下期的白羊座和射手座 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呢 别忘了一条龙 留言点赞小铃铛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希望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了精彩的时光 大家好 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每日星座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聊那个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12星座中挑选一款好老公 今天我们分享白羊座和狮子座 前面两期我们已经分享了6个星座 而且是12星座的最佳好老公的星座 请那些错过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Vlog97和Vlog99 请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赶紧订阅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以及我游览众多国家的一些新奇见闻 所以呢 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看满三分钟再订阅 否则呢 系统会被视为无效的订阅 第七个星座呢 是白羊座 白羊座的代表人物有 好莱坞大导演昆丁 教父的导演科布拉 日本的著名导演黑泽铭 韩国影星丁海盈 就是和孙义珍一起主演的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里面的男一号 还有假如爱有天意中的曹成佑 白羊座是12星座中财运非常好的一个星座 如果说天蝎座是权贵的星座的话 那么白羊座就是财富的星座 但是白羊男的脾气不是特别好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白羊男 你想尽快的把他收入囊中的话 那么你需要注意五点 第一点呢 就是白羊男呢 他喜欢带得出手的女朋友 他喜欢那个在人群中穿的比较炫目的 比较灿烂的那个女朋友 所以这一点呢 你一定要思考一下 就是究竟自己哪个地方呢 是拿得出手的 还有呢 就是白羊男呢 他喜欢当着外人的面呢 就夸赞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是夸赞自己的老婆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他的示爱非常大方 你要适应他这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需要做出稍许的崇拜 以及迅速的出击 白羊座呢 属于火星之子 他们的行动上呢 就非常的迅速 比如说战狼的吴京 他就是白羊座 他在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呢 这个女主持人呢 就对他表现出了些许的崇拜 于是呢 他们就结为了夫妇 也就是说女主持人呢 就变成了他现任的妻子 那么迅速出击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他跟天秤呢 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天秤呢 一定要打持久战 第三点呢 就是白羊座呢 他对待爱情骨子里面呢 有一些冲动 然后有一点孩子气 好莱坞有一位大明星 叫小罗伯特唐尼 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就是 不堪一击的生活嘛 他吸过毒 然后有很多女朋友 事业坠入了一个低谷 但是他在认识他现任 制片人的这个老婆的期间呢 他还在和别的女生一起约会 有一次呢 就三个人就正好撞了面对面 但是他现任的这个妻子呢 什么都没有讲 没有让他下不来台 随后呢 这件事呢 就风平浪静的过去了 很快呢 唐尼就和他的绯闻女友呢 随后呢 他就和他现任这个妻子结婚了 他的这个妻子呢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好莱坞的制片人 然后一点一点帮他打磨角色 一点一点让他重新登上了事业的高峰 那么他的妻子在那次被约会撞车之后 他做了什么呢 他给对方发了一封邮件 他告诉对方 他说你所做的这些三心二意的事 其实我都知道 只是我没有把它点明白而已 就是这封邮件呢 使罗伯特唐尼呢 就是迅速的就是从一个沉迷的状态 进入了一个清醒的冷静的 并且是一个真挚的爱情的状态 他们现在生活的非常的幸福 对待白羊座的男友或者老公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千万不要当着朋友的面 让他下不来台 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白羊座的男人信誉很强 他们讲究一些灵魂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你如果作为他的女朋友呢 要注意些 这一点呢 没办法打开讲 所以大家就打开想象空间吧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思路 因为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大导演呢 他都是白羊座 而且这些大导演的电影呢 你仔细去研究之后呢 你发现他们都会有性爱的场面 但是他们拍的非常的美轮美奂 非常的让人有一个视觉上的享受 比如说韩国著名的导演李仓东 他有一部刘亚人主演的影片 叫做燃烧 曾经创下了嘎纳电影节 至今以来的最高打分 3.8分 昆丁帕伦蒂诺 他有很多经典的影片也是这样 包括日本的大师级导演黑泽明 还有教父的导演克布拉 阿勃劳伦斯的导演大卫里恩 巴黎最后一只汤狗的马龙白兰度 小萝卜的唐尼 奥地利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 白丝带的导演哈内克 德国的著名导演 电影《推销员之死》的士隆多福 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导演 他们都出自于白羊 所以白羊座的男人才华横溢 财运很好 第五点就是白羊座的男人才华横溢 你说他有点花心也好 你说他为了爱寻找灵感也好 但是如果你度过了这一切 或者是你忍受了这一切 那么他们的财富就属于你 这就是白羊座 下面讲第八个 射手座 射手座的代表人物 布拉格皮特 韩国影星朴旭俊 朴灿烈 女星有刘嘉玲 侯佩岑 林志玲 男星有周华健 射手男呢 比较配双子女 但是射手男最欣赏的一个异性的星座是狮子女 因为狮子座出美女 如果想把一个射手座的男友收入囊中的话 那么需要注意八点 第一点呢 射手男呢他喜欢自由 他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一个星座 他讨厌束缚 然后不喜欢斤斤计较 举一个例子来说呢 你的男朋友呢 在跟他其他同事一起聚会喝酒的时候呢 你不要每天都打电话去查岗 在查岗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频繁的去问 你们那周有几个男生 几个女生 然后你几点钟能回家 那些女生需要你送他回家吗 你不要去说这样的话 因为他们讨厌这种查岗式的虚寒问暖 反而事情会越来越降化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话锋往上走 他说对啊没错呀 我们这一桌全是女的 只有我一个男生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 然后呢他还会说 他说因为他们全都是女生 所以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送回家 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要等我了 于是呢他讲了这些电话之后呢 他就会对他身边的那些男同事说 他说今天晚上再加两瓶啤酒 所以呢他就会更晚的回家 这一点呢你一定要注意 第二点呢就是让一个射手男呢 把所有的兴趣呢都放在你身上 放在谈情说爱身上呢 这一点呢有点不太现实 因为呢他们爱好广泛 那么如何让他把自己的谈情 说爱的时间放宽一点呢 这一点呢就是你需要展现你的魅力 首先一点呢就是你要给他自由 这点很重要 第三点呢就是射手座呢 他是一个乐天派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所以呢你不要在他面前的哀声叹气 比如说你说我们单位最近在裁员 要是裁到我怎么办 你说假如我下岗了我能做什么呢 我除了这个本专业之外我什么都不会 你不要去跟他说那些没有发生 或者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他不喜欢哀声叹气的人 他们喜欢自由阳光积极向上的那种女性 第四点呢就是因为射手座呢 它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一个星座 所以呢他也会有其他的就是爱好和投资 那么在他向其他领域实际的往前冲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泼冷水 你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就是你又不是学财经的 你去理什么财 你一定会赔钱的 你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 他们不喜欢 第五点呢就是他们最讨厌欺骗 他一旦欺骗之后呢 他就会离你而去 所以呢你要对他越自由呢 他就对你越坦白 比如说好莱坞的大导演昆丁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他今天晚上呢 是出去和同性友人一起聚会的 但是呢他之前的女朋友呢 就问的太多了 所以呢本来是一个同性友人的聚会呢 但是因为他不开心呢 所以在这一桌上呢 他们就又叫来了三位异性的女生 一起来聚会 于是呢事情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布拉格皮特呢也是这样 他跟安吉利亚朱莉离婚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他嫌对方管得太多了 不够自由 他们家有二十多个保姆 其中有一个保姆爆料呢 在他们离婚前一年呢 两个人天天的吵架 所以你们要注意了 就是越自由越坦白 第六点呢 顺手座的人呢 他都喜欢户外运动 所以呢你作为他的女朋友 不管你喜不喜欢运动 你都要陪着他 比如说刘嘉玲 刘嘉玲就特别喜欢户外运动 但是梁朝伟呢不太喜欢 因为梁朝伟呢他也比较忙 他一直在拍戏 所以呢你看到刘嘉玲的性格呢 就是他喜欢交朋友 他还有七七八八的绯闻 他喜欢户外运动 但是他把梁朝伟照顾得非常好 他为人非常仗义 他的财源广盛 但是他也有人身不如意的地方呢 就是他没有孩子 但是刘嘉玲最重要的一个性格呢 就是他向往自由 他非常向往自由 讨厌束缚 这个就是典型的射手的一个标志 第七点呢 很多人都说射手座花心 比如说布拉格皮特 射手男呢 在结婚之前呢 一般呢都会有一到两个女朋友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你要打开心扉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呢 你就要接纳他这一点 我觉得花心这个词呢 我在这里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应该说射手座非常有女性缘 他们有很好的异性缘 然后那些异性呢 都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 布拉格皮特也好呀 刘嘉玲也好呀 朴旭俊也好 你会发现朴旭俊在韩国演艺圈呢 他的人缘特别特别好 那些女性的合作伙伴 只要他拍戏的时候 都会给他送餐车 第八点呢 就是很多人说射手座没有礼貌 其实是天性乐观的一个表现 他们遇到喜欢的人 他们遇到谈得来的人呢 他们性格里面那种自由奔放的东西呢 就会蓬勃而出 所以在这一点上你要注意 如果你要带着他见家长的话 你要稍微对他做一些培训 不要让他太自由了 然后在这个丈母娘和老丈人面前呢 说错话 导致你们的功亏于愧 目前已经分享了八个新作 小伙伴的留言呢 非常的踊跃 我也会把小伙伴的留言 出一期特级节目 以此来感谢大家 那今天的这两款老公怎么样 你们选到了自己的理想型没有 如果还是犹豫不决的话 那我们就再等下期吧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抓紧时间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记得留言点赞小铃铛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张张欢迎来到每日新作的频道 今天我们继续讲那个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十二星座中挑选一款好老公 今天我们分享摩羯座 摩羯座的代表人物有韩国影帝宋康浩 周杰伦 周华健 霍建华 韩国影星孙艺珍 精灵王子 大家都知道他的前妻是赫赫有名的米兰达克尔 摩羯座是上帝的星座 之前我也讲了亚马逊的老总 包括耶稣呢 他们都是摩羯座 所以摩羯座的这个星座呢 他们不适合谈恋爱 但是适合做老公 因为他们比较刻板 比较无趣 如果形容处女座是木头的话 那么摩羯座呢 就是石头 所以大家从这两个字中呢 也可以亏出一些性格 其实我个人对摩羯座呢 还是印象挺好的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摩羯座的男生呢 你想把他收入囊中 那么你需要注意以下九点 第一点呢 摩羯座呢 他们是出生在全年最冷的一个气候和时间段里面 所以他们身上呢 有超越凡人的耐力和坚毅不拔的坚忍力 于是呢 他们是一个谈判的高手 那么你如果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男朋友的话 那么你对他凡事啊 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啊 或者是凡事都要寻求一个结果啊 对他这种人物性格呢 要予以包容接纳 而不是觉得 哎呀 这个人好烦啊 这个人事好多呀 哎呀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累啊 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他性格里面的东西决定 第二点呢 就是摩羯座呢 它是一个严肃认真出好孩子的一个星座 这就决定了他们有点不苟言笑 他们有点不温不热 有点不浪漫 然后也有点慢热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去抱怨他不浪漫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渴求浪漫的一个星座的话 我建议你去找双鱼男 而不是摩羯男 所以我一开场就说摩羯男不适合谈恋爱 但是他们适合做老公 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男性的朋友 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他也非常喜欢 但是他们两个人呢 身处两地 也就是说每次约会的时候 需要搭飞机 刚开始的时候 每个星期飞一次呢 大家觉得还都不错 也可以接受 久而久之呢 摩羯男呢 就觉得有点麻烦 后来呢 就有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 隔壁公司的一个女朋友 而两个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呢 很快就结婚了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摩羯男呢 他们舍远囚禁呢 有他们一定的性格里面的特点 第三点 比较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摩羯男呢 他是一个知恩图傲的人 也就是说呢 你对他非常好 然后你对他做的每一个细节 其实他心里面都是明白的 只是说呢 就是他不太善于表达 他的嘴有点笨 但是他的心里面 其实是都明白的 比如说你们去露营吧 你提前准备好了一张地图 在大家都比较迷路的时候 你突然间就拿出了这张地图 然后告诉他应该朝这边走 或者是朝那边走 再比如说摩羯座都是加班狂 他在加班的时候呢 你陪着他加班 可是呢 所有的文件刚刚修改好呢 就是不能保存 因为U盘在那个时候呢 就坏掉了 这个时候你突然间从包里面 拿出来一个你自己的U盘 然后第一时间递过去 对他说一句话 你用我的吧 那么他会一辈子都会记着你这个行为 这句话 然后他一定会回报你的 这个就是摩羯男 他知道知恩图报 那么也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做的这件事 说的这句话 一下子就可以俘获他的心 第四点也很重要 就是摩羯男呢 他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也不太喜欢去操杂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呢 就是默默地陪着他加班 因为摩羯座呢 在大公司里面比较受这个领导的重用 所以呢摩羯座的人 他对工作呢 也非常认真 兢兢业业 那么摩羯男呢 他其实是非常喜欢你陪在他身边的 哪怕你默不作声 不说一句话 也不做事情 你就坐在他身边 他非常享受这种相处的状态 和这个时光 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 也不要主动示爱 直到有一天呢 这一切习惯成自然之后 他就会主动对你说 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啊 OK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表态了 第五点呢 你要学会细节调情 那么什么叫做细节调情呢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一块出去散步 然后你突然发现他鞋带开了 然后呢 你就要有意愿的蹲下身子 准备替他细鞋带 但是呢 当你蹲下身子 还没有伸出手的那一刻呢 他一定会抢在你前面蹲下来 说一句话 我自己来 这个时候呢 你就赢了 其实你内心中呢 其实你内心中呢 并不是真正的想替他细鞋带 但是呢 你要做好这个细鞋带的前细 不管你有没有细 不管你有没有说话 在这一刻呢 你就完全的俘获了他的心 他一定会深深牢牢的记住你这一刻的行为 然后想办法在今后的生活中来回报你 接下来再举一个例子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烟灰缸 水晶做的烟灰缸 它是放烟灰用的 那么烟灰缸还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还可以用来调情 比如说你们两个人都坐在阳光下 或者是都坐在一个图书馆里面 然后正好有一束阳光打进来了 打在了这个咖啡馆或者餐桌上的一个小烟灰缸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起这个烟灰缸 然后对着这个太阳的这个焦点呢 不停地旋转这个角度 当有光点打在他脸上的那一刻 他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第一个呢 他觉得你很俏皮 第二个呢 他虽然不浪漫 但是他喜欢内心浪漫 但又不太招摇的人 第三点呢 他觉得你非常热爱生活 非常有情调 然后第四点呢 他喜欢闷骚的女人 他会觉得你有点闷骚 摩羯男 他不喜欢一本正经的女人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住 然后第六点也很重要啊 就是摩羯男呢 他是结婚过日子的一把好手 摩羯男非常省 他省下来的钱呢 都会给老婆 但是你在恋爱阶段呢 你就会受不了 你发现你跟他一起出去约会啊 然后他买的饮料呀 或者是你跟他一起去看电影啊 他买的那个票都是普通票 他不是买的是那种情侣卡座的票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 你不要朝他发脾气 也不要对他火猫三丈 你应该换位思考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男人取回家的话 那么他会把所有赚到的钱 都给他老婆花 那么在这一点上 你就是赢家 第七点啊 摩羯男呢 非常理性 这个理性呢 我展开讲一下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指环王的那个演员 叫精灵王子 精灵王子呢 他的前妻叫 米兰达克尔 虽然两个人现在离婚了 但是他们在结婚期间呢 非常的恩爱 然后他们生了一个 非常帅气的一个儿子 那个小家伙从很小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揭开广告 也是长大了 也是一个大明星的料 精灵王子和米兰达克尔 两个人离婚之后呢 其实两个人离婚之后的家呢 也住的非常近 他们是为了方便呢 一起来陪孩子 他们约定呢 就是每个周日的周六 南方可以来探望孩子的一个时间 因此呢 不管这个精灵王子 他在外面拍戏有多忙呢 他都会遵守这个时间呢 来探望他的儿子 结果突然有一天呢 就出了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这个精灵王子呢 他在离婚之后呢 他也有了自己新的恋爱对象 然后他跟一群朋友呢 到海上开游艇去度假 结果那天晚上呢 他就喝醉了 他独自开着游艇呢 他把内裤都脱掉了 然后疯狂的在海边上开游艇 兜风 结果这一幕呢 就被小报记者呢 给拍到了 拍到之后呢 这个照片呢 大概就明天早上就会上传 所以他第一个电话 不是打给他现任的女朋友 而是第一个电话 打给了这个前妻 比兰达克尔 然后他在电话里面的 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做了一件错事 我出了一件丑闻 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孩子 这一点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 就是摩羯座的人 真的是挺理性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他们离婚之后 他们在处理 跟这个前妻的关系的时候 不会像金牛座 那么歇斯底里 也不会像白羊座 那么爆炒不休 他们可以很理性的 就是看待自己的前妻 看待自己的孩子 然后在出丑闻的那一刻呢 还知道给他前妻打电话 就是先把他的儿子保护起来 不要让他的儿子 看到他爸爸这张 煞风景的裸照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呢 摩羯座真的是挺理性的 第八点啊 摩羯男呢 他的长相呢 不是特别的出众 他不像天蝎 也不像天秤 也不像巨蟹 他不是一个 出帅哥的一个星座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个宋康号 宋康号胖胖的 然后小眼睛 大饼脸 所以他有一个绰号 叫做饼叔 但是摩羯座呢 比较朴实 工作上比较踏实 兢兢业业 然后呢 站在人群中呢 也不是特别的惊艳 虽然说他的外貌 不是特别出众 但是他内心 也渴望有一丝小惊艳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女生 你懂一些服装穿搭 或者是造型设计的话 你给他重新设计一个造型 那么他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 记着我这句话 第九点 巨蟹男呢 他们喜欢服装质地好一点的女生 是服装质地 不是服装品牌 他们喜欢颜色柔和 不张扬 不是特别鲜亮 但是让人看上去很舒服的女生 这一点你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说你约会的时候 不要穿那种颜色呢 特别鲜艳 比如说鹅黄呀 身子呀 藏蓝啊 但是质地又很差的衣服 比如说我呢 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一行几个人一起去吃火锅 也是因为在谈事情 对面坐了一个女孩 她穿了一个黄色的马海毛的毛衣 那个马海毛的材料真的很糟糕 还不停地往下掉毛 结果呢 因为火锅吃起来之后 那个烟雾呢 就会把他的那个马海毛的毛 卷进这个火锅的汤料里面去 所以那次的火锅呢 大家谁都没有怎么吃 因为没法吃 所以呢 我觉得就这种 所以我觉得就这种细节上的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但是天蝎座 巨蟹座 天秤座的男生 对女生的着装 要求会更高一点 接下来说一下 摩羯男配什么星座的女生呢 还在第一名的 就是摩羯男配金牛女 因为金牛女呢 他们比较勤俭 比较质朴 同时呢 他的那个勤俭里面 还保持着一种 对事业的追求和向往 因为两个人都是土戏星座啊 所以他们两个人比较般配 那个精灵王子和米兰达克尔 他们就是摩羯男配金牛女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分开了 所以呢 我说明星的一辈子是凡人的三辈子 所以明星的价值观呢 它是不能归于凡人的价值观的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此外呢 摩羯男和金牛女呢 两个人都属于慢热型的 然后摩羯男喜欢金牛女身上的 一种弃而不舍的东西 这个是他非常欣赏的 这是排在第一位的 排在第二位的是摩羯男配双鱼女 因为摩羯男虽然他很无趣 但是他很喜欢双鱼女的眼泪 特别是那种睫毛长的双鱼女 他们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柔弱 非常的有女性的气息 同样样貌也非常美丽 那么说了这么多 大家对这九点可要记牢了 因为它是你收获摩羯男老公的法宝 那今天就这样吧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请你专闭时间订阅 星座的频道 我们今天接着聊那个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12星座中挑选一款好老公 今天我们分享水瓶座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抓紧时间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和刚刚订阅的朋友呢 都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的频道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以及我游历众多国家的新奇见闻 此外我还会对明星的运程进行一些预测 此前我已经成功预测了很多事情 所以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看满五分钟再订阅 否则系统会被视为无效的订阅 也就是说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你们了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踊跃的在我频道下方留言 但凡留言呢 我必会回访 回访呢必会看满 我目前家里的两部手机 一台电脑 一个平板 全部用来支持小伙伴的节目 水瓶座是一个风向的星座 代表了他追求创新 喜欢特立独行 他的代表人物是金秀贤 就是和全志贤一起主演 来自星星的你 还有大长经的李英爱 还有匹诺曹和阿尔潘波拉宫的 回忆的朴信慧 他们都是水瓶座 此外保罗纽曼和香港的影星 钟楚红和杨千画也是水瓶座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 我有干货分享 我会告诉大家水瓶座的男生 和什么星座的女生最匹配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哦 由于大家呢非常喜欢星座 也非常喜欢听我聊星座 所以呢我后面的几期呢 每一期星座呢 我分上下两集来讲 我会把它讲得非常的详细 我会把实操部分讲得非常的详细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水瓶座也是一个出大老板和大老总的星座 很多公司的老总呢都是水瓶座 所以这个星座的男生和女生呢 都非常的有能力 水瓶座的人呢 他气场都比较大 他们像一个住在玻璃宫里面的人 也就是说你看上去的时候 他非常的随和 非常的好相处 但是当你走近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碰到了一个玻璃屏障 那么这个玻璃屏障呢 就会让你感觉到呢 这个人其实呢不是那么好相处 那么这就是水瓶座 但是水瓶座的男人和女人呢 都非常的感性 那么如果你看上了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然后你想嫁给他 那么如何把水瓶座的男生收入囊中呢 莲花宝典有15条 我现在一一分享给大家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赚点时间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小铃铛是否开启 莲花宝典的第一条就是 水瓶座的人呢 古怪精灵 他们骨子里面非常追求创新 非常好奇 所以呢 他的思考和他的行为状态呢 总是易于常人 但是他们不喜欢别人叫他怪胎 所以你跟他一起约会的时候呢 他对你的着装呢 没有太大的要求 但是他对你的思维方式 他对你的内涵修养 以及你大脑的包容量 是有很高要求的 在这一点呢 他区别于天秤 区别于狮子 狮子男和天秤男呢 他们对于约会对象的着装 有非常高的要求 第二点很重要 就是他们对性呢 不会特别的主动 他们要求是 必须有思想上的铺垫 完成了这一步之后呢 才会有肉体上的冲动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有别于其他星座的男生 所以有很多女生 他会产生一种 就是为什么他们已经相处了 一段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他们的真实关系 没有向前递进和拓展 其实最终的根源 就是源于他是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他对性的要求和狮子座 以及白羊座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就是大长睛的女主角李英爱 他的先生是一位韩国的电脑发明家 后来就经商了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科技商人 他在追李英爱的时候 大概前前后后可能用掉了四五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水瓶座的人呢 他不会那么快的速战速决 你想跟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先取得他的心 第三点 水瓶座的男生呢 他不太喜欢平凡的女性 他们喜欢呢 聪明干脸 有点成熟 然后又有点自己的小思想的女性 此外呢 他们还喜欢一种人 就是并肩作战的人 所以呢你在跟他结婚之后呢 那么他不会很强权的要求你去做一个家庭主妇 反而呢他还会在你的事业和专业上呢 出谋划策 让你开拓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这是他一个最大的优点 那么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怎么来判断就是他是否喜欢上你呢 就是你跟他抬杠 如果他对你有兴趣呢 他就会接你的话 然后你们的关系呢就会一句顶着一句往上攀升 如果他不接你的话呢 就代表着他对你没有太大的兴趣 或者说在当时的那个时间段的你的思想内涵 还没有达到吸引他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提升自己 第四点就是水平男生呢 他是一个会服软的男生 也是一个会道歉的男生 他不是像那么霸道的狮子男 或者是像白羊男 那么你示威的时候 他就会服软 那么你服软的时候 他就会示威 你们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状态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 就是千万不要不理他 因为水平男生很怕自己没有对手 没有敌人 第五点 在你们两个人刚刚相处的时候 你为了增加这个感情的浓烈度 那么你需要做什么呢 你要做出稍许崇拜的表情和表现 也就是说你可以向他请教他领域知识的一些问题 主动去请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滔滔不绝的回答呢 就代表着他在某一刻呢 有非常大的优越感 那么这种优越感是拿下他的一个法宝利器 就是这一点呢 也很容易呢增加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举一个例子呢 韩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的主演金秀贤 金秀贤呢 他出道时间不是特别长 但是呢 他有过七八段经历 但是呢 他从来呢 没有公布过女友的姓名 这也是双子座男生比较低调的一个处理方式 他跟金牛座的乔治克鲁尼 有完全的天壤之别 乔治克鲁尼的女友最少有五十个 而且每一次媒体呢都拍到了他女友的姓名 女友的照片以及女友的职业 金秀贤在有一次接受公开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呢 他要求呢 就是他的另外一半呢 可以为他去死 然后呢 也要求对方呢 就是不能妨碍他的工作 还要要求呢 就是在他需要对方的时候 对方就一定要待在他的身边 乍一听起来呢 感觉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霸道 其实双子座的男生呢 他骨子里面呢 就是有一点小小的霸权主义 和有一点个人崇拜的 所以你要做出稍许的个人崇拜 第六点呢 就是以退为进 在你们的关系呢 逐渐增温之后呢 然后节日的虚寒温暖 或者是一周两次见面的这个约会流程呢 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之后呢 那么你需要突然打破这种既定的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双子男呢 他们喜欢呢 就是有点记忆的坎坷的恋情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短信告诉他 你说 你说我想冷静一段时间 你说我不想陷得太深 你说我还想仔细的再考虑一下 接下来呢 你就不要再联系他了 那么过不了多久呢 他就会主动来找你 那么他一定会很心慌 随后呢 他就会告诉你 他说 其实你在我心里已经很重要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们的感情呢 又进了一步 如何把水瓶做的男生收入囊中变成老公 莲花宝典一共15条 以上我们分享的6条 接下来的9条呢 我们放到下半场来分析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你一定要记得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 已经订阅的朋友呢 别忘了留言 点赞和打赏 大家好 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每日星座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聊 那个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12星座中 挑选一款好老公 今天我们接着讲 水瓶做的下半篇 上期播出之后呢 很多小伙伴 在我频道下方留言 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抓紧时间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和刚刚订阅的朋友 都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 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看满五分钟再订阅 否则系统会被视为无效的订阅 水瓶做呢 它是一个接异独立的信徒 那么它骨子里面存在的这种东西呢 就直接决定呢 就是如果你直接的去攻击它 那么你一定是会失败的 不会成功 如果你们已经相爱了 然后建立了恋爱关系 但是你们在感情中间 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欲情故纵 然后还需要一个词 就是戏剧达人 这个地方呢 我展开讲一下 也就是说 当他不理你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主动上门道歉 或者是主动求和 都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件 这样的事 比如说你的朋友圈 现在你的更新呢 可能和原来呢 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你每天呢 都会做一道他喜欢吃的菜 然后你每天呢 会把这道菜呢 自己全部吃完 然后你每天都会吃这道菜 也就是说 一周呢 你要吃六次 或者是七次同样的菜 但是你什么都不说 你把它发在朋友圈里 那么一个人 他一周吃同样一种食物 其实是一种折磨 你也可以理解为 这是一种思念 那么他看到你朋友圈的 这种做法之后呢 他会对你引起关注 他也会对你感到心痛 甚至呢 他会觉得有点愧疚 这个时候 你再给他打电话 或者是再向他发出邀约 他一定会接你的信号 这一点很重要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张张说的这一点 很重要 第八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摩羯座和水瓶座 交接交替日期出现的这些人呢 他能继承摩羯座身上的踏实 也能发挥水瓶座的天资聪颖 这种人呢 他们喜欢在朋友圈 先找恋爱对象 这一点大家要记牢了 所以呢 你如果看上了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那么你要先加他的朋友圈 或者是先参加他的同事聚会 或者是同学聚会 或者是小范围的朋友聚会 这一点很重要 第九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水瓶座的人呢 他喜欢记忆中某一个节点 是碎片连接起来的记忆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打开讲一下 就比如说一个水瓶座的男生 他看上你了 那么他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向你表白了 那么他表白的时候呢 你很快就答应了 那么这一点呢 就叫做没有碎片记忆连接起来的记忆 这个有点绕嘴啊 但是相反而知呢 就是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水瓶男生 那么他向你表白的时候呢 你第一次的态度呢 是拒绝的 之后呢 你才慢慢答应交往 再之后呢 你突然间向他是爱 然后他表示接受 那么这种记忆呢 就叫做有碎片冲击的连接性记忆 大家可以把第九条多听两遍 以此来理解我的阐述 第十点 水瓶座呢 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星座 即便是你爱的天昏地暗 他们也不会因为你的爱呢 而去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一些观念 他们是不会轻易的交出自己的 这一点呢 你一定要记牢了 举一个例子 大长金的女主角林爱呢 他结婚之后呢 其实年龄已经偏大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又牵扯到要结婚生子 但是即便他结婚生子 他也不会放弃演艺生涯 虽然在他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他还是自己负责来 抚养这两个小孩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重出江湖了 然后接拍了他 浮出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而饰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 再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都教授金秀贤 而金秀贤骨子里面呢 是一个有非常多 个人霸道主义 和个人崇拜主义的 一个水瓶男生 而那么他要求的这个女生呢 可能要为他的牺牲多一点 但是他为对方的改变呢 不会太多 所以呢 你们爱上了水瓶座男生的女生呢 这一点呢 要考虑清楚 而第十一点呢 就是水瓶座呢 它是一个不管死活的星座 就是他骨子里面有自由洒脱 甚至有一点放肆不计的感觉 而如果你把这个话说中了 比如说你说你再喝酒就不能回家 或者说就是你再跟他交往 我们就分手 而你向他说这种狠话没有用 他会对自己以及对你只说四个字 后果自负 所以在你们关系僵化的时候呢 不要说这种狠话 而一定要做我刚刚在第七条中 教给你们的小技巧 一定要记得哦 而第十二点 水瓶座的男生呢 他们喜欢有差异性的人物性格 也就是说他们喜欢火星语言 而举一个例子来说 而比如说很多新闻上来说 某某女星 她就是靠那种性贿赂啊 一步一步拿到的一个角色 这是一个传统的描述 如果你是她的女朋友 那么你可以换一种形容方式 你说这个女生的很多电影 我都看过 我觉得她的这些做法 就是身姿比较柔软吧 那么你用了一种非常婉转 非常柔软 非常知性的语言 来形容一件负能量的事情 那么他们立刻就会对你刮目相看 她觉得你很有才华 很有内涵 那么这个对于你们的感情递进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第十三点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和水瓶座的男生 相亲的时候不要穿奇妆猎服 只要穿正常的衣服就行了 他们对服装的品牌 没有特别的要求 他们对这个人的内涵呢 有很高的要求 此外呢 他们还喜欢知性美的女性 所以你跟他约会聊天的时候 千万不要聊 家长离短 第十四点就是水瓶座的水字呢 会给人一种很冰冷的感觉 就像这个玻璃杯一样 那么你要做的是呢 就是把这个玻璃杯的玻璃 变成吸水海绵 那么海绵和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是一个亦师亦友 相辅相成的关系 那么你如何把玻璃杯变成海绵呢 那么这就是你要做的功课 最后一点啊 水瓶男的离婚率稍稍有一点高 同时水瓶男呢 也是一个比较会恋爱的一个恋爱高手 虽然有一点大男子族裔 但是他们很理性 他们也很温柔 他们一般呢 是不会主动出轨的 除非有特殊情况 但是如果说 另一半的不支持不理解 导致感情的破裂 那么他们一定是会选择离婚的 以上十五点呢 就是如何将水瓶男收入囊中 变成老公的莲花宝典 下面说一下干货 接下来我说一下水瓶男和什么星座的女生最般配 黄金配的第一名就是水瓶男配双子女 第二名是水瓶男配白羊女 第三名是水瓶男配天称女 但是第一名黄金配的水瓶男配双子女 需要注意一个地方 就是两个人都是风向星座 但是呢水瓶男呢 非常不喜欢双子女说家常里短的事 或者是在同一个话题上重复来重复去 但是双子女非常喜欢做这件事 所以两个人呢会产生一些小的摩擦 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抓紧时间订阅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和刚刚订阅的朋友 都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每日星座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聊那个有趣的话题 如何从12星座中挑选一款黄老婆 今天我们分享双语 我这个频道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以及我游览众多国家的一些信息界闻 此外呢 我还会对明星运程呢 展开一些预测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沾点时间订阅 请 双鱼座呢 是一个出大导演大明星的星座 双鱼座的代表人物有 韩国明星张东建 何振宇 包括香港赫赫有名的作词家黄瞻 还有金庸先生他们都是双鱼座 双鱼座出了很多港片的导演和明星 中振涛啊 易能静啊 郑中鸡 但是双鱼座呢 在今年的庚子年呢 运程非常的不好 我们在一开年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何振宇就爆出了一个吸毒的丑闻 张东建呢 在2020年的元月份呢 就一开年就爆出了 他和朱振摩 赵嫩魔的丑闻 这使他的演艺事业呢 遗落千丈 双鱼座的特点呢 是他比较慵懒 然后比较渴望浪漫 比较多情 喜欢生活在一个感性的世界里面 他的感性思维比较强 然后他喜欢生活赋予一些浪漫的色彩 那么如何把 那么如果你的男 如果你的男友 那么如果你的男友是一个双鱼座的男生呢 首先呢应该肯定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那么如何把一个双鱼座的男生拿下 变成自己的老公呢 接下来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点呢就是双鱼座的男人呢 他一般呢都会有过往的情感经历 这一点呢 如果你有感情洁癖的话 那么你要做出一个选择 是选择接受呢 还是选择离开 双鱼座的男人一般都会有过往的感情经历 而且他们和这个过往的感情对象呢 不会断的藕断丝连 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出现那些挑战伦理 挑战道德的事情 所以他们喜欢一个暧昧的关系 这个暧昧两个字的字眼呢 非常难把握 所以你们要开动你们的想象空间 第二点呢就是双鱼座的男生呢 他渴望比较浪漫一点的聚会或者是约会 比如说他喜欢海滩 我们不一定非要去什么意大利的 或者是法国的著名的海滩 我们可以随便挑一个海滩 但是他对海滩上面的装饰物比较讲究 比如说一个非常漂亮的沙滩椅 这个沙滩椅上面呢有围栏 围栏上面呢有幻彩的灯条 然后这个灯条上面呢 还会装饰一些小的气球呀 一些饮料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他 比如说项目成功的字样 生日快乐的字样 或者是他升职加薪的字样 那么他喜欢这样有点细节的小感动的小惊喜 这一点一定要挤牢了 第三点是说给双鱼女的 就是双鱼女生 如果节毛太长的双鱼女生 她是容易早失身的 而且这种女生呢 她的眼泪比较多 所以如果屏幕前面有男生 你的女朋友是双鱼女的话 你要注意这一点 第四点 双鱼男呢 他们不喜欢粗鲁冷漠无情的对待方式 他们对待你也好 他们对待情感也好 他们对待同事同学也好 都不会用这三个字眼 所以这三个字眼呢 它是不属于双鱼男的一个特质的 那么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 你也要注意一些东西 比如说朝他发脾气的时候 或者发火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触碰他的底线 尽量不要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 或者是出现他不喜欢的造型 第五点 双鱼男可以驾驭各种领域的女生 也就是说 她的支持量是爆棚的 还有一个说法呢 就是双鱼男呢 有点色 那么这也是新作书上说的 大家不要来吐槽我 在这里面呢 我跟大家做一个解读 我用世界上著名的 七个大导演来解读 世界上有八个著名的 双鱼做的大导演 我依次说给大家听 麦克里 英国导演 他的代表作是 透纳先生 秘密与谎言 楼叶 中国导演 代表作是 春风沉醉的夜晚 这部电影还获得了 嘎那的最佳编剧奖 西班牙国宝级大导演 路易斯 布鲁埃尔 他的代表作是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法国新浪潮大导演 雅克里维特 代表作 疯狂的爱 女教徒 意大利的著名导演 他叫 保罗帕特里尼 代表作是 马太福音 加拿大著名导演 大卫科南伯格 代表作是 欲望号快车 意大利著名导演 贝纳尔多 贝托鲁奇 代表作 巴黎最后的 摊格尔 末代皇帝 西梦巴黎 葡萄牙著名的 大导演 佩德罗 科斯塔 代表作 前进青春 以上的这八名 大导演 都是 才华横溢的 双鱼座 所以他们 知识量爆棚之后 他们就可以驾驭 各种领域 各种类型的女生 所以在这一点上 那些喜欢 双鱼座的女生 就要加强 自己的 知识储备量 第六点也很重要 就是双鱼座的男生 他们喜欢 比较清纯一点的女生 所以你在跟他约会 或者是 你在跟他交往的时候 不要穿 黑色的蕾丝 不要穿得太招摇 不要穿得太成熟 然后用口红的颜色 不要用特别重的深色 霉色 一定要用櫻桃红 櫻桃粉 霉红 用这些比较清纯的颜色 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七点 就是双鱼男 他们里面比较温和 所以他们喜欢和女生交往的时候 是充满柔情的 他们不太喜欢 就是赋予变化的 变来变去的一个恋爱方式 比如说三天两头去闹分手 再比如说去做一些激烈的极限运动 或者是挑战一个非理性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做挑战非理性的东西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呢 惩罚他男朋友做错事 或者是他不开心 发脾气 他让他男朋友捏冰一分钟 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残忍的地方 但是真正的把一大坨冰块 放在这个手心里面 正常人是捏不到一分钟的 所以他三番两次 用这种方法 男朋友呢 就任无可忍跟他分手了 他们之间没有第三者 也没有什么买房子 什么署名权 也没有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性格上 和生活上小的细节 导致他们最终的分手 第八点呢 也很重要 就是双鱼男呢 他要求情绪上 和信仰上的恋爱 这一点呢 有别于白羊座的男生 白羊座呢 喜欢精神和肉体的结合 也就是灵与肉的结合 但是双鱼座呢 他要求情绪上和信仰上的恋爱呢 这一点呢 不太好理解 但是这种事呢 也没办法展开讲 我觉得大家还是展开想象空间吧 第九点呢 双鱼座呢 是一个行动力非常欠缺的星座 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差的星座 他们做事情呢 喜欢虎头蛇尾 所以呢 如果你爱上了这样的一个男生呢 那么你如果是一个非常干练的女生呢 要见怪不怪的去指责他 第二个呢 你应该帮他去善后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对于你能不能拿下他的心 非常非常的重要 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第十点呢 双鱼男呢 他其实对有一种女性呢 非常的头疼 第一个就是快人快语 第二个就是个性张扬 第三个就是喜欢自由 第四个呢 就做事情从来不拖泥带水 因为双鱼座他是鱼嘛 鱼呢 他其实就是喜欢黏黏糊糊的 他对那些立竿见影啊 快刀斩乱麻呀 或者是坏人快语的女生呢 他天生有一种排斥的心理 所以你要掌握 就是双鱼男的这一点性格 如果你真的爱上了一个双鱼男呢 那么你要把自己的锋芒呢 稍稍的藏起来 双鱼男生 他其实他搞暧昧的表现形式 一般是这样的 比如说他认为两个人分手了之后呢 其实也不用就是剑拔弩张 搞得跟仇人一样 就是偶尔节日的短信问候呢 他也是会去回复对方的 甚至呢他都有可能跟对方呢 一起出去吃个饭呀 或者是见个面呀 比如说问候几句工作上面的话 这阵子好久没见了 工作还顺利吗 以前我记得同事还投诉 你脾气比较暴躁 怎么样 现在你的性格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他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有的心眼小的女生呢 就会把这个视为搞暧昧 但是如果你真的爱她 真的了解她的性格的话 我觉得不如放她一马 但是放她一马 并不代表迁就她 你要明白地告诉她你的底线 比如说什么事可以做 什么事不能做 什么事做完之后 是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话你一定要告诉她 第十二点也很重要 就是双鱼男呢 他不喜欢呢 给他添麻烦的女生 也就是说他们喜欢性格比较温和的 内心比较柔软善良的 但是呢又很有能力的 很懂事的女生 所以第一呢 你不要天天的哭哭啼啼 第二呢 你要帮着她打理一些事物 第三点非常重要 就是偶尔要掉几滴眼泪 也就是说这个眼泪呢 为什么事儿掉不重要 掉几滴也不重要 但是在什么节点上 掉这几滴眼泪非常非常重要 这几滴眼泪呢 直接决定呢 他就会立刻被你受鞭 因为双鱼男 他看到会掉眼泪的女生呢 他会突然间的动心 然后把你揽入他的怀抱 第十四点 鱼宝宝呢 最怕受到惊吓 所以呢 你在跟一个双鱼男交往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去做那些 惊悚的惊喜的事情 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 你藏起来了 突然间灯光就灭了 当你再出现的时候 你是戴了一个骷髅的面具 哪怕你再唱生日快乐的歌 他也都会不开心 这一点要注意 第十五点 双鱼座的男生呢 一般看上的女生呢 他都会受到勤拿 也就是说他都会得手的 因为他会装可怜 而且他会反败为胜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就需要提醒那些女生注意 就是如果你真的看上他了 那么上传是无所谓的 如果你没有看上他 那么你千万不要当牺牲品 而第十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双鱼座呢 被双鱼座呢 被誉为十二星座中的 城府大地 也就是说他们的城府很深 而且他们不露声色 他们在计划一件事 或者是在报复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都是暗暗铺牌 不会让你看到 一丝一毫的马脚和破绽 还有呢 就是他们洞察人性 他们讨厌一个人 不会让那个人感觉到 就是他讨厌他 这个也就是可以解释 就是金庸为什么他可以把那么多的人物刻画的 唯妙唯笑 入目三分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 所以这一类的双鱼男呢 是非常非常难对付的 或者是难驾驭的 但是同时他们是才华横溢的 所以呢 你如果爱上了这一类的双鱼男呢 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取舍 你是爱他的才华呢 还是爱他的心机 以上呢 就是十六点的注意事项 大家又记牢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双鱼男呢 配什么星座的女生 第一名呢 就是他双鱼男配金牛女 因为金牛女呢 他们比较简朴 然后呢 比较脚踏实地 第二名呢 就是金牛男配摩羯女 因为摩羯女呢 他的执行能力很强 双鱼男的执行能力很差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呢 会产生一个互补的作用 反而可以蒸蒸日上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这个何振宇和张东健 这两个明星呢 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韩国明星 其中何振宇呢 他被誉为呢 韩国电影界的影帝 在电影圈子里面 他的片酬呢 是排在第一位的 他拍一部电影呢 折合港币算呢 大概是500万港币 没有其他人可以与他媲美 连宋靠号的身价都要比他低一点点 而且何振宇他出道之后呢 没有什么丑闻 但是今年刚进入庚子年的时候 他就被爆出了丑闻 原因是因为呢 就是他拍戏的时候 伤到了脸 伤到了皮肤 他要去做这个激光修复的时候呢 需要打一种麻醉剂 这种麻醉剂呢 就是一种毒品 因为他的手机呢 被黑客入寝了之后呢 结果呢 他就向警方报案 报案之后呢 他就把手机提交给警方 结果意外了就曝光了 他使用了这些毒品的一个证据 虽然最后呢 他的团队很快站出来 第一时间辟谣 而为了修复激光疤痕使用的毒品 但是这个对于他的演艺事业呢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撞 这个冲撞就发生在庚子年 接下来说一下张东健 张东健在韩国呢 他属于演员的行列 在韩国定义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社会地位 社会价值最高的一类呢 叫做演员 然后第二类才叫做明星 所以能称之为明星呢 并不代表他可以做恒久的演员 那么张东健的艺术生涯呢 非常非常的旺盛 他从二十几岁出道 一直到现在整整火了二十多年 所以呢 他是一个韩国老牌级的演员 但是自从元月份爆出了 就是他跟朱振国 招嫩魔的丑闻之后呢 他的演艺事业呢 一落千丈 从这个新闻中呢 我们就可以亏出呢 我刚刚说的16点中的一点 就是他们对性的需求 也可以理解成 他们要情绪上和信仰上的结合 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听懂了没有 关于这个丑闻的事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我想说呢 因为张东健 他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和影迷嘛 我也希望呢 他可以快速地通过一个新作品呢 重新再登上自己事业的高峰 然后也希望呢 就是他跟他的妻子继续恩爱 张东健的这个丑闻事件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但是我想说一件诡异的事情 就是这个庚子年 本来张东健的这个丑闻事件 可以愈吵愈烈的 甚至呢 这个丑闻事件发酵之后 很可能就是毁掉了他辛辛苦苦 一手打造的演艺事业 但是呢 他应该感谢庚子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全球的大疫情呢 这个新闻太大了 这个全球的大疫情呢 反而把他的这个丑闻给洗白了 现在没有人再去提 张东健招嫩魔的丑闻事件 没有人再去提这个事件了 也许过不了多久呢 他就会接了一部新的片子 然后重新呢 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也祝愿他吧 可以早日地通过一部新作品呢 登上事业的高峰 因为毕竟那些野花甜点啊 都不是最踏实的东西 在这里我也想说呢 庚子年的命盘呢 变化真的非常快 比如说美国大选 我在半年前的 Vlog65期中的预测呢 就和那些主流大媒体的观点 是背道而驰的 当时我看了川普的命盘之后呢 我就认为呢 他是会下台的 现在已经验证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翻看我之前的 Vlog第65期 庚子年对12星座的冲撞 接下来在2021年 1月20号这一天呢 会发生六星连珠的奇观景象 也就是说六颗星体 穿成了一串糖葫芦 那么这也是一个 非常罕见的天象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接下来呢 我会专门拿出来一期来讲 那今天就这样吧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抓紧时间订阅 大家好 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每日星座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聊 如何从12星座中 挑选一款好老公 今天我们分享双子座 这也是好老公系列的最后一期 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双子座的代表人物是 台湾主持人小S 韩国影星朴宝剑 好莱坞影帝德普 韩国影星李敏浩 还有大美女妮可基德曼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了精彩的内容 我的频道主要是来分享一些 人身智慧 以及我游历其他国家的新旗建围 此外呢 我还会对明星运程呢 展开一系列预测 双子座的特点 我先来说一下 双子座的人呢 他的智商和情商呢 都是非常高的 此外呢 他们很聪明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 就是双面人 一面是霹雳娇娃 一面是纯情天使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标签 就是他们是社交达人 那么举一个例子 小S就是这样 双子座的发散思维 要超过逻辑思维 那么什么叫做发散思维 我们经常看到 小S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呢 他的上一句台词是 宇航员登月 那么他下一句台词呢 就很自然的过渡到了 大马的榴莲 而且他是无缝衔接 衔接的非常的自然 而且衔接的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就是双子座 才能拥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双子座的人呢 非常适合在歌坛 影视圈 还有大舞台上发展 其实很多的台湾艺人 都是双子座 其实很多的台湾艺人 和台湾名嘴 都是双子座 今天我们这一期呢 我们就拿德普和妮可 来举例子 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干货 双子男和什么样的 星座的女生呢 最匹配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如果你看上了一个 财貌双全的双子男 那么你应该如何 把它收入囊中呢 莲花宝典有14条 第一条 双子座的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呢 他们的行为处事呢 比较夸张 然后呢 也比较容易情绪化 所以当你有一个双子座的男生 他在一群同学聚会 或者同事聚会中 他突然间想离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不要补他的面子 你可以拿上双肩包 跟他一起走 或者是你们选择 就是让他走 你留下来上后 因为他们个人情绪化很厉害 但是这件事的另一面呢 就是代表他们的财情很高 双子座的人呢 他的财情非常高 第二点很重要 他们对世界万物都有着好奇心和理解力 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双子座男生的女友 那么你一定要保留同心好奇心 以及看待生活的新鲜眼光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认为蒙娜丽莎很美 那么蒙娜丽莎呢 她并没有十个手指头都戴着金戒指 她也没有戴项链 她也没有戴耳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你的双子男朋友在说 哇 我觉得蒙娜丽莎好美啊 但是你接了一句话 你说啊 我觉得她应该带一颗汤维的钻戒更美 那就完蛋了 那么就这一句话 你们就可能会分手 所以呢 保持好奇心 以及提高审美 真的非常的重要 第三点 双子座的眉眼和手脚呢 都一样的利落 所以他们是单位的企划部门 或者是管理部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流砥柱 他们的执行力非常强 但是他们呢 也不太容易相信任何人 那么他们很多事情呢 都会都会做亲力亲为 那么这就意味着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这段期间呢 一定会有一些摩擦的 比如说你对某件物品 或者是某个文件的一个摆设 或者一个设计呢 它都看不上眼的 它要重新来过 假如说你们已经成立了家庭 那么你要选装修风格 那么你要选家具的款式 那么你呢 可能在某些环节上呢 也是无法实现的 最终呢 你可能还是要听它的意见 那么这一点呢 你一定要早早的知道 然后早早的记载 在脑海中 大家都知道 妮可呢 是阿滩哥的第一任妻子 他们两个人当时因为拍戏的时候 相识相爱了 还被业内传为一段佳话 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呢 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呢 妮可就是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呢 非常有才华 但是他们也非常的纠结 另外呢 他们有一点矫情 他们两个人就曾经在对一个帽子的选择上面 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当然这就是一件小事情 最后导致他们分崩离析的 还是有他们各自情感的外界的介入 那么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那么双子座的女生 她在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 很多另一半呢 其实对他们都有点忍无可忍 第四点 双子座的人呢 无论男生和女生呢 她的才情呢 都非常的高 才情兼备 才华横溢 而且他们是社交达人 所以呢 他们经常喜欢聚会 而且他在聚会的这件事情上 他们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也是一个博得投筹的一个角色 他们很喜欢张罗 然后很有感染力 然后也会调节现场气氛 因为他们很喜欢和周遭的朋友互动 所以这个时候你作为他的女朋友呢 一定要感到开心 一定要跟他同拍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晚上呢 你的男朋友呢 他单位里面有一场聚会 但是这个聚会呢 是一个私人的聚会 所以呢 就要有人呢出地方 也要有人呢出器材 还要有人出设备 还要有人出美食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男朋友呢 一定是兴致勃勃的去准备 比如说他会买材料 比如说他会把你们家的音响抱过去 还比如说他会开车去接那些路途远 但是又没有私家车的女生或者是男生 那么在他做这种行为的同时呢 你不要觉得反感 你应该感觉为他高兴 另外呢你应该适时的就是把他的优点呢 在聚会上罗列一下 让大家清楚的看到呢 他做了什么 而不是说这个聚会要搞到几点呀 我明天还要上班 我要回去睡觉了 你看他把我们家的音响都搞坏了 还有这么多的美食都被浪费了 他们根本就不吃 也搞不懂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我觉得这样抱怨的话呢 就不要再说了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第五点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双子座的男生呢 他骨子里面讨厌一成不变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双成恋的话 那么你们约会的时间呢 可能只有就是节假日或者是周末 你们要乘公共的交通工具呢 到另外一个他所在的城市呢 去约会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 在这个过程的前半段呢 可能他会感觉到新奇 但是在过程的后半段呢 他就会慢慢的消磨对你的爱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敏感 另外呢你要适时的做出一些改变 不要傻乎乎的等着他来对你说 我要跟你分手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加勒比海盗的德普 他有很多的女朋友 前阵子呢 他跟他现任的妻子呢 也刚刚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个离婚手续呢 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他在跟这个妻子前面呢 还有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也是一个名模 非常的漂亮 他们两个人之间呢 就存在这个问题 可能在慢慢的相处中间呢 德普呢觉得这么美的一个女人呢 他也看淡了 他也看惯了他的美 最终呢也没有把他取进家门 那么我想呢 其实德普呢 他骨子里面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们不喜欢 一成不变的生活 第六点 有一种双子男呢 他们非常喜欢拉丁舞 不是国标 是拉丁舞 他们非常喜欢拉丁舞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去学一下 然后他们喜欢有律动的生活 然后他们喜欢有跳跃的生活 这两句话很重要 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第七点 双子男生呢 比较喜欢呢 比较稀有的进口食材 这句话打开讲一下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平时约会呢 可能都是去餐馆里面吃 看得见 摸得着的 经常吃的东西 但是在他的小小的生殖庆典上 或者是在他生日聚会的一个庆祝会上 那么你给他的小惊喜呢 不一定是特别贵 但是一定是非常稀有的进口食材 那么这个食材呢 可以是吃的 也可以是一个食品 但是用来看的 比如说是一种咖啡豆 但是这种咖啡豆呢 它只长在海拔多少多少多少米的高山上 别的地方采不到 然后比如说呢 是一种菌 但是这种菌呢 它就长在深山老林里面 然后市面上都没得卖 是你呢 托了以前的同事 那么那个同事的哥哥家里面呢 就有在深山老林采菌的这种经历 所以你才千方百计的拿到了这个菌 这个菌的价值呢 不一定有多少钱 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曲折 那么他就会喜欢这背后曲折的故事 这就是双子男生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你们要抓住这个特点 然后趁慎追击 第八点也很重要 就是双子男呢 和其他星座的男生不一样 如果你看中了一个双子男生 你一定要迅速出击 因为双子男生呢 他不喜欢一切从还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两句话 要么表白 要么白白 这一点打开讲一下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小S跟他的老公结婚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 那么这一点呢 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小S 他要代求入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原因 第九点 双子男生呢 他们喜欢一些极限运动 比如说蹦极啊 攀岩啊 或者是一些极地的挑战 他们喜欢这样的运动 然后第十点 就是如何判断这个双子男生 他对你有益 如果是一个聚会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双子男生呢 他总会找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聊天 他不会找你聊天 但是他一定会找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聊天 但是他会在合适的时候呢 他去拿饮料的时候 他会拿两杯 但是另外一杯呢 他不会递给你 他会一直拿在手上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如果是他是你的老板 那么你就会发现呢 他总是会使唤你 而且呢 他使唤你的这个工作呢 有可能都不是你的工作范围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他会刁难你 就是你也给他跑腿了 然后你也给他完成了这个工作呢 但是他会对你找茬 如果出现这三种情况的话 那就代表呢 他其实已经看上你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迅速地表白 你可以主动表白 他们喜欢女生主动地表白 第十一点啊 其实双子座的人呢 他性格中还是有点孤僻的 他们喜欢独来独往 所以呢 你要跟他留有一定的空间 另外呢 你还要拥有跟他同样的爱好 才能抓住他的心 然后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大美女 妮可 妮可呢 在好莱坞呢 已经驰骋了三十年 驰骋了三十年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他没有闺蜜 他没有闺蜜 然后小S 小S也非常火 然后他的收入也非常高 那么他呢 一出新闻呢 也一直可以抢占头条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 小S也没有闺蜜 他唯一的闺蜜 就是他的姐姐 因为只要是闺蜜 就一定会出卖他 因为双子座的人呢 他在嗨的时候呢 他的话就特别多 该说的不该说的 全都会说出来 所以呢 说完之后呢 再往回收呢 就收不回来了 第十二点 双子座的人呢 因为他具有双面的性格 所以呢 他有时候热情如火 有的时候呢 就冷若冰霜 这个完全是由于 他性格造成的 我们看德普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可能会对那些 弱势的儿童呢 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但是他对他历届的女友 以及对他上一任老婆呢 都非常非常的没耐心 而且他说他最讨厌看到 就是女人的眼泪 而且他还被媒体爆出了 家暴他的上一任妻子 就这些都是小到媒体 曝光他的一些丑态吧 其实他内心呢 也是有点孤僻的 他也渴望被关怀 被温暖 第十三点啊 双子座的男生呢 他们是一个社交达人 那么你跟他聊天呢 他能记住你每一句话 他们的财情和他们的发散思维呢 都非常的强悍 所以呢 社交能力很强的 这个双子座的朋友呢 他能在一场聚会结束之后呢 他就能判断出 谁可以做朋友 谁可以只能做三分钟的朋友 然后谁可以做五分钟 谁可以做三年的朋友 他们在一场聚会结束之后 他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 然后第十四点 双子座的男生呢 他们会主动去钓鱼的 如果他看中了这个女生呢 他是会主动出击的 他的主动出击呢 不是表白 他有可能去查你 就是在你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呢 你们两个就认识了 但是在第二次你们聚会的时候呢 他突然间能说出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呢你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或者是你的一些家庭信息 他就突然间冒出来了一句 那就代表呢 就是他已经去查过你了 他查你的最终目的呢 其实是想泡你 他已经对你有意思了 他已经展开他的公式了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就是接招 第二个就是加料 加料的时候呢 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加 而不是一口气全部加完 啊以上呢就是 如何把双子座的男生收入囊中的 十四条莲花宝典 接下来呢我说一下 就是双子座的男生和什么样的星座的女生 最为匹配 啊黄金配的第一名呢 是双子男呢配天秤女 第二名呢是双子男配天秤女 第三名是双子男配狮子女 其实我个人呢 倒是比较看好呢 第三种配狮子女呢 截止到这一期呢 十二星座的好老公系列 全部分享完毕 啊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请刚刚订阅的朋友 和已经订阅的朋友 都要记得打开小铃 大家好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我们做一期好老公的特别系列 好老公拥有什么样的面向 啊如何从十二星座中 挑选一款好老公 这个系列播出之后呢 很受大家的欢迎 所以我今天再次放送干货 本期的内容非常的实用 请大家不要漏掉一个字 请那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打 大家有人能告诉我 风水学在大学课堂中 它的正确的专业术语 和专业名称是什么吗 它叫堪语学 也就是从这一点上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风水呢不是米信 而是科学 它已经可以登上了 全世界很多大学的大学课堂 好那么我们现在掌握了 十二星座的每一个星座的特点 接下来呢 你就会遇到一位心仪的男生 或者呢你是一位妈妈 你要为你的女儿挑选一款 如意的老公 啊那么接下来 我分享的这些内容呢 可能会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 看男人呢 一定要先看他的脸 首先呢他的脸呢不要太瘦 也不要太狭窄 啊如果是一个标准的四四方方的 或者是一个椭圆形的脸型呢 那么这个呢就被列为上家的脸型 第二点呢就是女人看手 男人看鼻 那么我们的脸呢以鼻子为中轴线 所以呢你挑选的这款老公呢 他在这个中轴线上面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不能有痣不能有斑不能有疤 啊也不能有任何的聚生物 啊因为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 这个中轴线代表了他从16岁到76岁的全部历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人生要发生的事情 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叫吴秀波 他的双眉之间呢就有一颗小猴子 但是并不影响美观 反而显得他非常的成熟非常的帅气 但是这颗猴子长得不好 他长在了中轴线的位置 那就意味着呢他人生中要有一次非常大的事情发生 而且这个事情呢不是好事 至于吴秀波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第三点看这个男生的耳朵 啊大家看一下我的耳朵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呢 他的耳高过于眉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呢是才气满满 他很有才华 也就是说他在读书的期间呢 他成绩一定会非常好 但是才华满满的背后的潜台词是 这个人呢也有一点刚愎自用 他的性格呢不太随和 另外呢他比较固执一见 那么我们找好老公的耳朵呢 一定要耳朵够大 另外呢他要有血色 就是他泛着粉红色 而不是辣黄色灰黄色浅黄色 或者是灰白色 因为结婚呢他还有一个使命呢 就是生儿育女 那么你首先要找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老公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呢我们要看这个男生的耳朱 这个耳垂呢也可以叫耳朱 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找这个耳朱大一点的男生 如果这个男生的耳朱呢 他是朝前的 他是面向嘴的 那么就意味着他在这一生中 他会有很多女贵人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刘德华的耳朱 他的耳朱就是这样 所以他一生中遇到了好几个女贵人 其中他的妻子朱丽倩 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贵人 第一是看鼻子 第二是看耳朵 第三点呢要看他的额头 我们看一下一般人的额头打开之后呢 他是一个非常圆润的状态 但是有的男女呢他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美人肩 有美人肩的男生和女生呢 他们其中人生中呢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早早的少小离家出去打拼 他们得到家庭的资助和庇护比较少 如果是女生有美人肩的话 那么他会找一个比他大好多的一个老公 那么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有美人肩的一个老公 然后你也非常喜欢他 那么你就不要去奢望他的家庭能为你这次婚姻带来多少的帮助 这个是没办法去做到了 因为他的额头就代表了他的出身 所以呢他家庭对你们婚姻的资助呢 不会特别多 这一点呢你不要心理落差太大 然后第四点呢要看他的唇 一般人的嘴唇呢都是由两半组成的 那么上唇主情下唇主义 如果上下唇都是一个非常均匀的厚度的话 那么就代表这个人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那如果是上唇薄下唇厚呢 那么就代表呢他的情很少 但是他有一定的义气 大家看我的唇啊 我的唇呢就是一个正常的厚度 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的下嘴唇呢非常的厚 是一个很漂亮的嘟嘟唇 但是因为现在老了嘛 所以胶原蛋白呢就有一定的流失 但是我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仗义的 非常讲情义的人 因为我也知道人呢他在开拓市场的初期 或者是他在闯江湖的时候 你身上必须要有侠客的精神 也就是说张张在年轻的时候 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好老公的面相呢我分上下两部来讲述 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讲述上半部分 那么好老婆的望夫相呢 大家看这张图片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我 我基本上符合这个面貌特征 我是一个典型的望夫相 所以呢你们跟我打交道呢也会越来越旺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抓紧时间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 因为我感冒了嗓子比较疼 所以我就不再喊求订阅了 希望喜欢的朋友呢帮忙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讲好老公系列 好老公要拥有什么样的面相的下篇 请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抓紧时间订阅 好老公的上篇中我们讲了四点 第五点我们要看这个人的眼睛 一般来说呢我们不要找这个眼周围有疤痕的 或者是眉毛呢特别稀疏的 或者是眉毛特别的浓密 但是他有连心眉 这些呢都不要找 我们找一个正常的眼睛 特别是他眼睛里面的黑眼珠一定要比白眼珠多 那么这样的人呢就代表着他的身体很好 他的肾气很足 他的眼睛的末梢循环的毛细血管可以得到足够的营养 我们要找这样的人 还有一种男生 他眼睛不大但是他的眼睛炯炯有神 这个也代表了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很好 特别是他的肝肾代谢非常好 我们知道有一句古语叫做胃老先衰 那么这个衰指的就是胃老肾先衰 所以肾很重要 那么第六点是看他的眉毛 有几种眉形呢是不能找的 第一个呢是倒八字 这个人呢是一个杠口 你跟他说不明白 第二个呢是连心眉 连心眉的人呢比较固执 比较自负 但是连心眉的人呢 他的一生的命运呢稍稍比较坎坷 他很难遇到贵人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眉季开运早来 所以他的运气一定来得很晚 还有一种眉毛的人呢也不要找 就是他的眉毛特别粗特别黑也特别长 这种人呢是一个努夫 他没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容易生气 第七点是看他的人中 大家挑选老公的时候一定要看人中 无论男生和女生都要看人中 最佳的人中呢是长宽身 就是一个人他的人中一定要长 人中代表了这个人的寿命 而且这个人的人中上面不能有任何的 不能有任何的黑质 疤痕青春痘或者是猴子 人中上面不要长任何的东西 而且如果你去美容店做脸部按摩的话 不要让他按摩人中 那么最佳的人中呢就是长宽身 长代表了他的寿命 宽呢代表了逻辑思维能力 那么身呢代表了他的身体状况 如果一个人的人中很短呢 那么在面相上面呢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比如说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呢当时他16岁被新款发掘以后呢 他被签约了一家非常大的非常有名的影视公司 但是当他的那个老婆看见他的第一眼呢 就给他提了一个要求 他说这个女生呢哪里哪里都很漂亮 但是就是他上嘴唇太短了 他笑起来以后会看到这个牙床 所以呢他们就逼迫他训练一种就是笑不露齿的一种笑法 所以你看到的梦露永远都是在微笑 但是他永远都看不到牙齿 就是因为他人中太短了 那么梦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 那么人中短呢从哲学角度呢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差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太具备独立的思想 独立的价值体系 独立的观察力 独立的判断力 所以大家在找老公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他的人中 第八点呢我们要看他的太阳宫 其实就是他的太阳穴 太阳穴呢也叫夫妻宫 有一种人他的太阳穴的凹陷非常的厉害 那么这种人呢我劝你不要去嫁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有可能会出杀人犯 香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影视圈的一个大老板 我就不说名字了 然后他就具备这个太阳宫凹陷 但是他后来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你现在已经看不出了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就是他的太阳宫天生是凹陷的 那么也就是说当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嫁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 我也知道他老公大概的收入 然后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以及他们家的财力 但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去打劫 然后当我看到一个男生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交往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然后我就知道他的优点和缺点 以及他对我印象和对我的反馈 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完成我自己的判断 第九点就是看他的山根 山根代表了这个人的出身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山根太低的话 那就代表就是他出身的时候 他的父亲是一个比较贫穷的 比较窝囊的 然后经济基础非常差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万达的老总王健林 他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虽然说他现在很有钱 但是他的山根很低 所以呢这就决定了 就是他当年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状态 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家庭的资助 但是你看他的儿子他的王公子 他的山根就非常高 山根高和鼻子高是两个概念 所以当一个女生呢 你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朋友 当他吹嘘自己家里多么有钱 或者是当你们筹备婚礼的时候 他吹嘘他的家里可以给你们多少资助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他的山根低的话 就决定了就是他家里在他出生的时候 他是一个比较贫苦的状态 至于他现在有没有钱 我们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面向学呢 也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让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越来越缜密 第十点呢 就是我们不要去找上下唇太薄的男生 这种男生呢 他的嘴特别甜 而且他的口才特别好 但是这种人呢 他没有太大的立场 他会分分钟出卖你 所以这一点呢 也需要大家注意 以上十点呢 就是好老公面向的一个分享 所以呢 我也很希望 我可以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呢 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么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呢 都可以找到一个好老公 喜欢我这期视频内容的朋友呢 也可以把我的视频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请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呢 一定要看满五分钟再订阅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